不能碰 不能随便喝 不会过敏了吧 过敏体重的宝宝真的太难养了 请跟小爱心 让我看看有多少同伴宝宝 为了让宝宝尽可能的减少过敏 妈妈们可要做好这三点 一 注意饮食 像鸡蛋 芒果 海鲜 这类常见的抑制敏食物 过敏宝宝要好吃 可以多吃富含维生素的蔬菜和水果 二 保持卫生 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花粉 成满 动物毛发 还有妈妈的化妆品和香水 也不要碰 这些都可能是过敏源 一旦接触后眼睛痒 尤其是越楼越痒 就要警惕是不是过敏性结膜炎 要尽快就医 三 坚强体质 虽然宝宝是过敏体质 但也不能过路保护 适当的运动可以让宝宝身体更好 比如游泳 骑车 就很适合夏天带着宝宝一起坐 赶紧展发 让更多家长知道 该如何养育过敏体质的宝宝 一 二 三 别走哦 妈妈给你做个打地鼠 锻炼下你的反应能力 挖只小地鼠粘在纸杯上 再来捡个小耍只 灯住锤子 把没用的鞋盒挖出六个地鼠洞 贴上一层材质 划个十字口就可以玩了 地鼠来了 这个小游戏 不仅可以锻炼宝宝的反应能力 还能增加亲子互动 快点来和亲亲一起玩吧 别乱寻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